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不能避免地面对着人世的无常、情有的离散 但这之中流动的情感虽然用眼睛看不见 却还是无时无刻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以一种无形但永恒的形式陪伴着我们 情情是如此,店里亦是如此 一度店的价值为电影第二篇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感受生活中看不见的永恒陪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爷爷,别再看了,面都要糊掉了 奶奶的脸都糊了,还管面糊不糊啊 还我,我照片还我 这玩意才还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淹个水吧,连你奶奶微的照片 都...都亏了 爷爷 明天放假啊,我就在这啊 姐姐她都不会吃了 嗯,好啦,晚安 爷爷,这么晚还不睡觉 你在干嘛 你自己不睡,还问我干嘛 你奶奶的歌声 在村子里是数一数二的好 但是就是不数拍子 我为了追她 我骗她说 你一边唱歌 一边跟着我跳舞 拍子就会算得对了 没想到 歌唱得越来越好 竟然有人找她录唱片 也成了气候了 那唱片呢 还谈什么唱片呢 就是为了唱片 差点结不了婚 我跟你奶奶说 有些事情 只当兴趣就好 要么你跟我走 要么咱们就了断 你去圆你的明星梦 爷爷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那个时候 我认为一个女孩子 整天在外边 抛头露面的像什么样嘛 如果你当时没有反对 奶奶搞不好比带你去海红 以前跟现在不一样啦 你小孩子不懂啦 爷爷 你看这个明星长得跟奶奶 像不像啊 这 这 姐姐啊 你说 奶奶的声音 能陪我走往盛夏的日子吗 哎呦 爷爷 有些东西虽然看不见 但它还说无时无刻的存在啊 奶奶的歌声也会永远陪着爷爷的 天空归去 又空穷漏雨 爷爷 不然 你来陪我们好了 这里是台电影英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